前段时间 一场平平无奇的直播 正好收到了一个品牌 放送给我们的玩具 于是拿出来给猫玩 我们准备把它放在这上面 然后它就是一个电脑了 你们看 结果 当着全世界观众的面 白老师完成了这次壮举 白老师 白老师 哦哦哦哦哦 我和我水长流 我当时 属于就是一整个石画组了 八花 快出来救救我 怎么会 白老师说我们家五只猫里面 心思最为复杂的一个 领地意识比较强 厨房的案板 饭桌 换鞋凳等这些领域 都是它的地盘 但这些地方出现了一些陌生的气味 或者比较像容器的东西 就会被它打上标记 但最近一周 情况却变得异常蹊跷 第一次作案地点 在太阳花坐垫 当时并未引起我们的警觉 第二天 像往常一样出门回家 嫌疑猫再次作案 而这次地点 居然是它日常睡觉的床单 味道太浓了 心里忍了 被子换了 不要死 都生病了 不舒服是不是 要不要看医生啊 哎哎 不要逃避 你怎么了嘛 昨天晚上尿一泡 今天又尿一泡 我哪里得罪你了 你从来给我个理由 你最近是不是不舒服啊 喂饭你觉得不好吃啊 还是咋的了 现在害怕多了 第三天还在睡梦中 我被一阵吸缩声弄醒 发现嫌疑猫白某 第三次作案成功 老母亲震怒无比 你拍我 你拍我干啥子 又不是我给你尿的 你自己看 这啥子嘛 洗了就好了 洗啥子洗嘛 你闻这尿沙味呢 你丢地上 那你不是就是 认他见他嘛 你这就是 你自己想办法 快去 白老师洗衣服 不让白老师上床 不是这已经守过了 现在就是猪和福福哥在守的 这两个人甚至盯着门口 气消之后 老母亲怀疑是猫饭不好吃 打算用爱 感化教育这位猫咪 白妈开嘛开嘛 知道是你喜欢的了 是不是 于是安排了一顿大餐 白哥都走出王八部了 吃肉吃肉 出动了不要吃 吃肉了福这个 出动了不要吃 白老师 来 先吃一口 白老师 你吊着了 猪吃的 咔着咔着咔着 吃饱了 猪 咔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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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二个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在短短一周 数次作案 难道说 他不喜欢猫厕所 有其他兄弟的味道 于是 换了一个干净的猫砂盆 连夜购入了猫咪 最喜欢的蓬润土猫砂 想要讨白老师的欢心 啥子你就先上咯 哎呦白老师赶紧跑 你味道大 哎呀哎呀 粉丝哥可认真了 我不见了 走了 效果还是不太行的样子 只好带白老师去医院检查身体 看看有没有什么猫病 到医院做了B超 膀胱内并没有结晶和结实 只是膀胱壁略有一点不光滑 医生怀疑是膀胱炎 于是开了消炎和舒缓情绪的药 大狼很想吃 来二狼 吃药了 大狼来了 呵呵呵呵 不要动啊 你现在力气大了 长大了是不是 嗯 那并没有变中 你是最棒棒的小猫猫 哎呀真棒 好了 哎呀谁是最可爱最棒棒的小猫咪啊 这不是我们白老师呀 这软子 咋回事啊怎么软啊困了还是又困又软是不是 嗯 妈妈给你拿个肉肉过来吃好不好 哟哎呀 啥子突然就暴动了 一听见你开那个零食的门直接就冲出去 呵呵 马上就不软了 加上我们家是多猫家庭 认为是情绪上的原因 在医院还购买了猫咪肺莲蒙扩散器 这个就是猫咪肺莲蒙扩散器 第二天 另外一种同仁团猫砂也到了 给白老师试一试 尿尿 上完厕所能够出来 快点 上厕所 诶诶 厕所上来 抢卖抢卖 你等一下回来里面就脏了 还是不想脏 皇天不负有心人 他怎么啦 你好棒棒哦 你这么棒棒 妈妈表扬你 上完了人家 是表扬你了吧 虽然没有确定具体原因 白老师的尿尿危机暂时解除了 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观察 嗯 白老师在这个盆里尿尿 太白老师了 干的不错 没看见 而放在客厅的猫砂盆 你再测试点事情 嗯